9月2日,据美媒体Who's Hype报道,前NBA球星词视频做出了一个非常大胆的预测,在新赛季的总决赛当中,胡人将击败尼克斯夺冠,而克里斯塔普斯伯尔金吉斯则会拿到总决赛MVP, 此视频预测新赛季胡人将夺冠,此视频在胡人效力了6个赛季,他在那里圆了总冠军梦想,所以胡人一直是他最心爱的球队,在新赛季即将到来之际,此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对胡人进行了展望,他在推特中写道,2019年总决赛是胡人VS尼克斯,胡人将赢得总冠军, 波尔金吉斯会拿到总决赛MVP,此视频做出这样的预测是可以理解的,毕竟胡人是他最喜欢的球队,但是不得不承认,他这个预测也是非常大胆的,胡人在今年夏天引进了勒布朗詹姆斯, 拉姐朗多,蓝色士蒂芬斯等球员,他们的却有希望在新赛季打进总决赛,那也是詹姆斯的目标之一,但是,尼克斯能从东部远盲脱颖而出吗? 显然是不太现实的,尼克斯已经连续五个赛季无缘季后赛,他们在今年夏天也没有进行实质性的补偕, 所以他们把新赛季目标定为重回季后赛更为现实,虽然张姆斯的戏友给了东部其他球队打进季后赛的希望, 但是有机会的也只是凯尔特人,猛龙和76人这些球队,ESPN在最近曾对新赛季各队的战绩进行了预测, 尼克斯被预测只能取得28胜,54负的战绩,并列还在东部第13位,仅比老鹰更好, 而胡元被预测将取得46胜36负的战绩,排名西部联盟的第6位。 此外,在博太公司开出的最新新赛季夺挂赔率中,胡元已加1000的赔率, 卖100赔1000排名第4,尼克斯根本未进入前十。